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广东南南 那广东南南在今天晚上是迎来了这个对手的挑战 那么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并不是太出大家的意料 广东队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可能关注的除了是球队的战绩以外 那么队员的表现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徐杰 虽然说是一名00后的球员 但是在CBA已经征战了五个赛季 真的是属于一名老将了 而且跟随球队拿到两个CBA的总冠军 可以越是荣誉满身 在杜峰执教国家队期间 徐杰更是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突破 成为了中国南南比较固定的国家队的后卫 这两年也跟不少的世界顶级强队有过交手 比如说在去年的奥运会路选赛上 他就曾经跟加拿大跟希腊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 顶级后卫进行过对抗 同时在世界杯亚裕赛的比赛当中 两回合与澳大利亚的比赛里边 徐杰也都有交手 包括在亚洲杯的比赛 面对有着亚洲第一后卫的阿拉基 他都有过碰胀 能够看得出来 经过这两年国际大赛的历练 徐杰在场上的这种稳定性是越来越强了 过往其实大家对于徐杰的定位 仅仅是一个后卫线上的蓝领球员 因为哪怕是在广东 在俱乐部队中啊 像赵锐像胡明轩 包括外援布鲁克斯啊 这些球员的光环和综合能力都在徐杰之上 身体条件更是徐杰比不了的 所以说他只能够给这些人打下手 很难在进攻当中有太多的戏份 但是这个赛季啊 那我们看到像赵锐因为伤病的问题 有的时候打打停停 而胡明轩的话 状态确实从去年夏天开始也一直不太稳定 逼得徐杰啊 在进攻当中需要拿出更多的表现来弥补 球队在后卫线上得分真空的局面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输给广煞队 那虽然说球队输了球 布鲁克斯在外线的发挥非常的糟糕 但是徐杰一个人独砍18分 命中率三分球更是达到了60% 确实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在球队的微弹时刻 他是完全有机会顶上来的 那么这场比赛同样如此 徐杰延续了第三阶段开赛以来非常良好的状态 那么接着到目前为止 第三阶段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已经超过了50% 所以说在进攻当中 他的效率依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他的防守 他的组织也依然在线 我觉得在第三阶段打到现在为止 徐杰应该算是广东对国内球员里边表现最好的一个 哪怕是大哥意见连的法会都没有他这么的稳定 而且他的正负值在第三阶段开始之后 也是广东球员国内球员里边最高的 所以说综合了这些表现之后 我觉得徐杰已经是向中国南来的新任主教练乔尔杰为奇正式宣告 世界杯的名额他肯定是要争议正的 乔尔杰为奇我觉得也不会对徐杰的发挥 舒适无睹 那么每个教练员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用人原则 所以说我们看到乔尔杰为奇在上任之后 是没有选择徐杰进入到国家队的 他还是比较喜欢选用那种高大型的一号位的球员 升高成为了他选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 这个其实广东球员没有必要去介意 因为毕竟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杜峰和乔尔杰为奇 他们是不同的教练 有不同的战术风格 所以说徐杰没有入选国家队 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但是他的实力在线 我觉得就能够永远在主教练的考察范围之内 虽然说升高 包括对抗力量上是他的一个软肋 但是如果他持续这样的表现的话 那我觉得哪怕是说升高 力量不够的话 乔尔杰为奇也会将他选入到 世界杯的比赛阵容里边 那徐杰如果能够代表中国 能参加世界杯的话 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 将会是又一次突飞式的突破吧